新春将至最应景的活动就是春联辉豪了 台中市议员张芬玉服务处 日前就邀请到书法家吴运镜老师来写春联 让民众能够免费索取 同时响应市府八年种百万棵树的政策 与农业局合作 现场是提供了百千层等三百株树苗 让大家提早来感受新年气氛 书法家吴运镜笔法流畅 一幅接着一幅书写着对联 民众内心排队等着吴老师的末报 准备拿回家贴在家门口 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刚才在百佑粉 专程来在这里 可以贴门口 没有就爸爸看到活动叫我们过来 对 想要请老师学习 第四项 对 想可以 主讲用的吗 对 对 自己家里 唐试员张芬玉表示 春节前邀请书法家春联辉豪已经办了好多年 是不少地方乡亲这时间都相当期待的活动 也谢谢吴老师这些年的配合 同时为了响应市府八年种百万棵树的政策 张议员跟农业局合作 现场提供了百千层 而长腾约三百株的树苗 让大家一同种树皆能减碳 每年我们都会请老朋友回来 在过年前大家续续旧 然后问问好 然后希望说新的一年大家都有新气象 新的希望 那拿一幅新的春联回家去更换 那也顺便把树苗带回家 那如果能种在土里头的 我们就十年树木嘛 那不如种在盆子里头的至少保一年都清脆 一年绿意盎然这样子 红红的春联挂起来等待晾干 现场喜气洋洋 也让民众提前感受浓浓的过节气氛 接下来吃风台中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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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